有备于一页一页观看的传统漫画 Webtoon是垂直滑洞观看的漫画 这个影片会剪异地讲述如何利用Clips DoDo Paint制作Webtoon漫画 适合 我绘画图 我绘画彩图 我想了一个故事 的创作者 来了解一下Clip里有哪些功能可以运用 想要制作一篇Webtoon漫画 除了需要绘画彩色插图外 还需要绘制分镜草图 建立漫画的格子框 台词和对白框 而漫画框和对白框将会是影片主要会介绍的部分 接下来 如果有讲的觉得过快的地方 也欢迎搭配资讯栏中附上的文章连接一起阅读 里面的内容讲的会被影片完整 想要制作Webtoon 首先 我们需要建立绘制Webtoon所需要的画布 与普通插图只需要创建一张画布不同 我们要建立一个类似目录的东西 能一次管理多个画布 这个目录也叫做页管理视窗 你可以利用它看见每页画布的缩图 也可以利用它快速找到想开启的页面并开启 建立页管理视窗的步骤 视窗左上角 档案 新建 作品用途选择Webtoon 关于开稿大小的说明 由于Webtoon是垂直滑动观看的漫画 不管是画布的高度 还是页面的章数都可以随时做增减 所以开稿时 我们必须注重在确定画布的宽度和解析度 数值依你们自己的需求而定 我提供的建议参考值 宽度最少800px 解析度最少300dpi 数值调整好后 按OK建立 页管理视窗会以复档名位 CMC的档案格式储存在资料夹中 刚建设好的页管理视窗 其中的每一页画布都是同样的大小 但如果我们只想调整其中一页的尺寸 编辑 变更画布尺寸 我们即使将之夜的画布条小了 也不会对其他页面造成影响 所以在碰上画布空间不够时 请安心地加长画布吧 如果觉得页数不够 我们可以在空白出右键 追加页 便可新增画布 对着画布右键 也可以删除多余的画布 对着画布 滑鼠左键长按进行拖页 可以更动画布顺序 绘制框线 在绘制完分镜草图后 Clip拥有专属漫画的分隔边框工具 可以建立漫画框 不过在这部分我会快速带过 并在之后讲述我在画webtoon时 另一种常用的拉框方式 用分隔工具拉出来的框 每拉一个框都会在图层那帮你建一个资料夹 你可以清楚看到每个框的范围 并且能随意地缩方 移动它 把要绘制的内容放在资料夹底下 就不会超出框格范围 不过缺点是每拉一个框 框的资料夹会跑到最上面 挡住下层的草图 而且我在画图时 也不需要一开始就分出这么多个资料夹 不过这个工具在画传统漫画时是非常实用的 它可以快速地切割边框 以及为漫画质做出血效果 接着 介绍我自己惯用的方式 在这里 我会选用图形工具 不过图形工具 有个使用要点 在用它绘制框线时 新建图层一定要选择向量图层 图形工具 也就是平时会拿来画线段 方形 圆形的那个工具 而我现在 要用来画框的工具 就是利用图形工具里的 长方形 用图形工具拉框 你的框线可以都放在同个图层 使用时可以在工具属性面板 调整你想要的框线粗细 不管是使用分隔工具 或者是图形工具 想要将以精绘制出来的框 再进行调整 都先需要将滑鼠选择到 操作栏位上 操作栏位里的物件功能 可以调整向量以及3D物件 先前画框线时 会提醒需要建立在 向量图层上 就是这个原因 画好的框线 可以因此随意地调整位置 和缩放 也可以改变一线的粗细 在之后 如果想让自己所画的内容 不要超出框格 可以善用 魔术棒 和图层遮罩 对白框与文字 Clip也拥有专属建立 对白框的工具 两个框相交实惠 自动合并在一起 非常方便 可快速更改 对白框的边线颜色 或是底色 还有能画出尖角的工具 或者有使用者自由画出的任意形状 要对已经建立好的对白框进行改动 也记得要先点选操作 才能顺利进行更改 对画框的不透明度 如果想在建立时 就直接做出半透明的对白框 工具属性面板右下的扳手打开 里面可以找到不透明度的调整项 开启显示 调整项就会出现在工具属性面板中 如果想把原本实心的对白框变成半透明 可以按操作 物件 进行调整 也可以把原本半透明的框改成实心 Clip 里 还有内建一些造型比较特殊的对白框可以使用 注意 在绘制webtoon彩色漫画时 有些对白框的网点画预示会打勾 记得把勾取消 画出的对白框才会是适合彩色漫画的效果 我之所以会想将对白框与文字一起提及 是因为Clip 的设定上 文字和对话框预设中很容易粘在一块 只要文字与对白框建立时相邻得太近 预设上会默认建立在同一个图层上 有点是 文字会随着对话框的变形 而移动 保持至终 如果先打好了台词 而后才加上对白框 只要两者相邻得太近 也依然会在系统默认下 共用图层 这个影片到此将告一段落 其余一些影片没讲到的部分 例如如何汇出档案和我对webtoom制作的一点想法 都可以在开头提到的文章后半部找到 欢迎大家透过资讯栏的连接观看其余的文章内容 文章观看是免费的 也不用登陆或注册账号哦 谢谢大家的观看 谢谢大家的观看